大家好 我是MIRROR 可能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拉麵是不定時狂出新款的 韓國拉麵的龍頭 大家知道誰來的嗎? 給大家3秒時間 3 2 1 沒錯 就是 我自己會叫它新拉麵 但好像很多香港人都會叫它新拉麵 這款拉麵是會放湯去做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像我一樣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方式 我會把它變成拌麵版 我就不會放湯 我會直接加粉去拌麵來吃 超級爆喜歡這個吃法 而我猜韓國有很多人都喜歡這樣吃麵 所以他們最近新出的就是這個 新拉麵的炒麵版 煮熟之後倒走一些水 加粉去拌 我發現原來 裡面這個我猜是魚蛋 會有個身子 好可愛 我先試一下 不知道這個炒麵版的味道 跟這個拌麵版 會不會很相似呢?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來比較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像我這樣做拌麵的時候 我喜歡用煎餅多過用煲 因為我覺得水會比較快 而且反正水都不要 所以那個份量就不用管 一起來比較一下麵 這個就是新拉麵 這個是炒麵 顏色上面這個深色點 麵的粗幼度 也是這個比較幼身一點 很少的 你幹嘛在這裡啊? 嗯? 你幹嘛過了來的? 我通常就不會刻意去乾乾水 你待會下粉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有一點點水 才... 那些粉才會更方便的 融在麵上 好 這樣炒麵版呢 就會有一包乾的粉 它的配料 調味油 它寫著 它說這一包呢 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而調整 那個份量 那我大概用半包 嗯? 很香 那它就是生拉麵的味道 你看顏色是一樣的 我懷疑是 根本是同一包東西來的 我懷疑是 正常這個是要放糖 不過 沒有所謂 比較期待這個 究竟是不是會有 有新字樣的魚蛋在裡面呢? 好可愛啊 看到嗎? 好可愛啊 瘋了 炒麵調味油 好像是辣椒油的感覺 大家已經看到已經乾乾的 剛才剩下的麵水 可以再淋多 一點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韓國人吃 炸醬麵的時候 都是用兩隻筷子去拌麵 的確我覺得這個方式 是容易攪拌很多 但覺得調味粉好像不夠 就這樣看呢 其實兩碗麵 純粹在顏色上面比較不同 聞起來我覺得這個沒那麼辣 不知道呢 不知道吃起來怎樣 好 現在等我來試吃了 我先試了那個原味 果然加半包就差不多 因為它本身是放湯的 所以如果你加半包以上其實都偏鹹 絕對絕對不可以加完 因為沒了湯的關係 它的辣度應該有幾倍 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第一口吃下去 我覺得有點像 辣雞麵 辣雞麵的第一口吃下去 就是甜鹹 調來吉吉的麻痺 就是開始麻痺 然後現在吃了大概三四口 我就有吃辣雞麵的第一口 這個感覺 這個時候很想加點蛋 為表公正 試味 喝一口水 然後到這個炒麵板 好可愛 我先試它 它應該要下水一起做 味道很硬 它真的有炒麵的香味 它多了一種甜味 有一點像日式炒麵的燒汁 總之啡啡的黑黑的那個醬 然後它的辣度 是跟新拉麵的湯版本的辣度差不多 但剛才我包粉我也是加了一半 我覺得它的鹹度也是剛剛好 它沒有新拉麵那麼鹹 但我喜歡吃重鹹的 如果不是吃得太重鹹的話 可能三分一包已經很夠 但炒麵味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好吃 我本來以為它們兩個 味道應該會很相似 一點都不相似 吃這個時候如果沒有看到包裝的話 會覺得有一點像新拉麵的味 但是不會馬上聯想到是同一個牌子 這個推薦大家買來試一下 如果有得買的話 暫時在韓國呢 只是在大型的超市Emark 或者是Rotimark 才有得買 剛才找了幾間便利店都沒有 而且它的配置也不是有點肉乾 對啦 牛肉片來的 退 大家是不是以為這條片到這裡走完呢 錯了 怎麼可能這麼草草了事 其實韓國最近非常流行一個新拉麵的最新吃法 我真的經常看到這些片子不斷彈出來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 一個是煮的 一個是杯麵板 平日煮新拉麵下水的 但我們這次用牛奶 每個即食麵的後面都有一個最佳的食用方法 這裡本身寫著水要550ml 所以牛奶也要用550ml 其實這個時候應該要加少少韓式辣椒醬 但我忘了買回來啦 然後就可以放麵餅進去 牛奶很容易滾 所以一定要小心體股 醬仔和洋蔥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再加蒸 再加芝士 平日吃新拉麵都會有人喜歡加芝士 以前我都會加蛋加芝士 但現在我還是喜歡這樣吃 只是新拉麵 什麼都不加 下次做應該可以加少100ml 或者200ml 牛奶 OK 完成 用上的做法 加水 然後加一隻蛋 然後用丁 這個不是丁的版本 所以這個要拆掉 然後加少量 適量的牛奶 吹上 就是這個 新拉麵cream pasta cream 新拉麵 在韓國他們稱這個叫做 味道 聞上去 非常香 濃濃的 很膩的味道 我很喜歡 它連白中原也有做過類似的版本 我其實看過賣相 真的挺像cream pasta 很美味 是完完全全 韓國 在外面很容易吃到的 那種 韓式西餐pasta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我相信住韓國的人應該會知道 過 西餐你也會有分別 比較外國味的西餐 和比較韓國味的西餐 好像他們的cream pasta 或者carabonara 好美味 然後牛奶的份量 我覺得要減少一點 因為剛才我倒的時候 加了兩片芝士 這樣才可以做到這麼濃的粥 大家在家絕對可以嘗試 把你雪櫃有的材料 丟進去 平平淨 不需要買什麼cream 其他很複雜的材料 牛奶 芝士 就完成了 我覺得可能淋上韓式辣椒醬 會更好吃 不過味道就會更加韓式 好 接著要吃這個就是 杯麵版 這個杯麵版 其實有一個 韓國也蠻有名的鋼琴演奏家 他最近在一個節目裡 就有說他很喜歡這個吃飽 這個更方便 你直接把所有材料 丟進去杯麵裡面就可以了 他就沒有一定用新拉麵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個人口味 然後隨便去轉換杯麵底 試一口湯 他這個版本是清爽很多 因為它本身的底部不是全部牛奶 它的底部也是用清碎 然後再加適當牛奶 它會有隱隱藥藥的牛奶香味 但不會太膩 因為說真的cream pasta很快會膩 其實一個都可能覺得太多 但如果你想有一點cream的感覺 又不想吃得那麼膩 我覺得這樣的版本是不錯的 聞起來都是有牛奶的香氣 而且因為本身新拉麵它是辣的 那你加了牛奶下去 減低辣度 而且因為加了蛋 那個辣度又會再減低一點 大家吃新拉麵是會加蛋還是不加蛋呢 因為這件事其實 韓國人呢 都是分兩派的 有些就覺得 吃漬食麵就要吃它的清純湯底 有些就覺得要加蛋 就將它的湯底的味道更加豐富 我覺得兩個都好吃 好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了 我覺得這個炒麵版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大家就買來試一下 另外呢 這個cream pasta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一試 而這個的話 如果喜歡濃郁版本的話 就全部加牛奶 拿去釘 如果喜歡比較清純一點 隱隱藥藥的牛奶香的話 就直接跟我這個版本 那就行了 歡迎大家在家裡自己試一下 試完之後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究竟你們覺得好不好吃啦 好啦 待會大家收看 我們下影片再見 拜拜